在举国都关注通货膨胀的当儿 就连学生团体也感到吃不消 20个学生团体今天联合召开记者会 向政府列出五大诉求 包括要求高教部和贸销部 解决校内餐厅跟贩卖部物价暴涨的问题 还有他们要求政府部长必须减薪 维持现有的津贴等等 要是当局不闻不问 学生组织动言 他们将会上街示威 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物价涨风吹进校园 国际伊斯兰大学学生会主席阿里夫表示 他们对比巴生和流域一带的大学后发现 各校园内的物价明显上涨 对学生们造成压力 因此20个学生团体将政府发出警告 要是当局不调低物价 他们将上街示威 比伦坡大城堡深夜街头欧豆的视频 在网上风传 两帮人马吆喝叫嚣声 此起比落 有的人还手持酒瓶铁棒 还有一名男子跳上车头 暴力踩破轿车的挡风玻璃 行径嚣张 警方今天证实已经接获投报 并将原应刑事法典 蓄意破坏条文开档调查 警方也呼吁民众提供情报 虽然全球局势不明朗 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穆哈默乌兹尔表示 我国4月的宏观经济表现依然正面 净出口贸易盈余入得235亿令吉 5月的贸易也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最快增长 贸易总额超过一兆令吉 我国预计未来几个月内 将维持积极的经济复苏进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